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 這是鳳梨 叫他為鳳梨 因為我有一個口教藝術叫做跳躍性思考 跳躍性思考就是說 我一開始給你一粒鳳梨 你為鳳梨Original 本來的鳳梨 第二的就是鳳梨去聯想到什麼東西 然後再跳第三個 根據第二的 再跳第三個 這是我的作業 我給幼稚園的小朋友是這種作業 因為我的藝術教育 我以前就不是在臺灣修的藝術教育 所以我是在美國 我本來在臺灣是打Compute Science 電腦 來念氣管 念完氣管再去看藝術 再去看比較宗教 所以不一樣的領域 所以我教的方法也比較不是教臺灣這種 請問各位 這裡有幾粒鳳梨 教這些小朋友 如果以後教你手上 你如果是老師 你看這鳳梨有幾粒 看完之後大家給一點意見好不好 裡面有幾粒鳳梨 請再說四粒 好 來 你說大概四粒 那一粒 對 對 OK 有人有其他意見嗎 我這樣跟大家說 有人說這粒 這粒 這粒 小朋友圍到一半那時候 我總共給他們二十分鐘 圍翁來 要三十分鐘 到十五分鐘那時候 小朋友給我拖 老師一支 手 手 手 他說圍翁來的時候 我都用著手 但是我 我教授方法是說 你要的手我就給你 你要的手我給你什麼東西 我就給他手 到買他膏來是這樣 我看了我怕一個 我說這天才 天才 我告訴你 這裡面 頭一個鳳梨是這粒 他最早餵是這粒 他聯想到什麼 太陽 對不對 你有看到太陽有沒有 那第二 第三個呢 什麼 當然那個以前 可能也有這個 但是 聯想到時鐘 怎麼想到時鐘 跟時鐘什麼關係 鳳梨還是什麼 我告訴你 鳳梨不是這樣看而已 這樣也會這樣看 看有出來嗎 你如果這樣看那時候 時鐘上面 這治療症變時鐘的指針 在這裡 後來這鳳梨 要把它聯想到時鐘之後 因為這學齡前 他還不知道 一天二十四個小時 他想說是二十七個小時 你看看 一一寫到二十七 但是已經概念已經有 已經成熟的概念 一到二十七 但是剛剛鳳梨 他還要聯想到什麼 披薩對不對 所以鳳梨要更加一個叉子 糞便吧 我一個節慢慢蓋起來 覺得很糞便 好好玩 後來 他還跳到這面 這什麼東西 這也是鳳梨喔 怎麼看 有人這裏面有智商很大 跟小朋友一樣很大 誰都用笑 為什麼用詞 這個鳳梨是什麼 剝皮 剝皮 對 就是這樣 鳳梨這樣 就是這個 你把它拉補掉 所以現在樹枝還在上面 一片一片的葉子在這裡 你有沒有看到 有興趣嗎 我再改一下 更清楚 本來是3D 三度空間的 看鳳梨 後來加上時間 變成四度空間 對不對 又拉回一度空間 有興趣嗎 在不同的項度來 走來走去 這天才 我說真的是天才 解讀太多 有人想說 老師你想太多了 這小朋友黑白 錯了 這裡面是什麼 一輛車子 在地上走過 有軌跡 有沒有 你看 那就是這個概念來源 有沒有 還有Tape 那時候錄音帶 我們那幾十幾年前 還有錄音帶 Tap 拉開變成一條線 本來是旋轉 對吧 我有沒有解讀太多 沒有 你的邏輯 一個一個一個很清楚 想到一載圍出來 如果這張 我們台灣任何一個國小 我挑戰這國小老師 你如果拿到這張是怎樣 你要問這張是怎樣 你要問這張是怎樣 去旁邊 對不對 六十分 很好很好 放在旁邊 你不知道他天才 這樣我們的教育 發生什麼問題 我們的老師是怎樣教我們 所以我這些小朋友 我跟你講 我覺得很悲哀的事情 就是 當他進小學以後 已經不要圍堵了 進小學開始上美術科 然後開始圍像鳳梨的鳳梨 只有一種思考 沒有那麼靈活 沒有了 剛才有一種的鳳梨 就在台東一樣的鳳梨 這就是我們的教育 我跟你講這就是我們的教育 你的想法已經有很多了 限制住 講到教育 講到教育 我就說一個個時候 好了 我研究所那時候 我是在美國的一個學校 叫做冰大 塔研究所 研究所 因為是建築研究所裡的 藝術研究所裡的 有一個叫做art critics 就是我們的作品 會放在頭前 藝平家也在那裡 因為學校好怕 我們在長村的人學校 那錢很多 聽了很多有名的教育 就在坐在那裡 還是說藝術者 你把它放出來之後 他們就批評 我第一次去進入這個學校 之後 我擺出來之後 有一個日本教育 叫Hitoshina 中理期 也是很出名的 以前是他也 那個藝術學院的院長 後來去美國教育 拿那個Lockfeller獎學金去拿 他站起來 看到我的讀說 你不要去到後面 我跟他說 這可能在寶威說 可能沒有什麼了不起 但是在長村的人學校 說你沒有去歐洲 有點put down 有點把你壓低 沒有去過歐洲 然後來找藝術學院 他說的原因 我真的沒有去過歐洲 但是他怎麼看他出來 他說之後 我就腳底下跟我媽說 今天老師給我批評我的讀 說我不要去過歐洲 你顏色 表示你沒有去過歐洲 我媽媽聽到說 你這個暑假就給我回來 我送你去歐洲 所以那個暑假我就去歐洲 去旅遊 參加一個旅行團 馬上安排我就去 歐洲十天之旅 什麼深度之旅 我就去 反正參加任何團 我沒有去過 也不敢自己一個人亂跑 就隊團 跟著團的時候 剛好那個團就是 不知道高雄還是台南的 所有小學老師退休 大家做一團 我就加上那團 那裡面的老師 那些師大畢業的 還是師專畢業的 在做老師 退休了 聖州都是高級知識分子 我就第一團去歐洲 頭一陣我們去義大利 去羅馬 羅馬的時候 我們就一定是去參觀聖彼得大教堂 最出名的聖彼得大教堂 不好意思 今天我沒有PowerPoint 我沒知道 所以我直接說 聖彼得大教堂 不好意思 來地有沒有去過聖彼得大教堂 有的請給我請 沒有 沒關係 聖彼得大教堂 就是 十六四七世紀 前建的 羅馬最大的教堂 裡面有 Bernini Mickelanziro 的作品 都在那裡很大的 很大的 小的雕塑品 三個人 然後這個 幾千個 都在上面 每個都雕塑得很漂亮 你們有意象嗎 一個 幾年前 意大利有一個小孩 把一個 耶穌的雕像給他 講 講下去 有人有這個印象嗎 沒有 沒有 那只是其中一個 很漂亮很大 我看到那個時候 我的感受 我的感受就是 真的有很漂亮 還有很偉大 不好意思 我上課的時候希望大家把手機關掉 因為它會影響我 我沒那麼聰明 所以我說問題 如果說到一段 斷掉我就接不起來 不好意思 手機把它關掉 關緊 也是一個禮貌 我們民政府來參加之後 希望大家尊重 也不要去影響到人家的 那個 麻煩你把手機關掉 好 然後 要繼續再說 看到那個時候 我覺得是敬畏 覺得很偉大 又漂亮 又漂亮 但是後面那時候 有一個老師突然 一口一口一口 就說出來 就說這個沒什麼 這個跟台灣廟一樣 比較大小而已 後面就說這個 我怕了一下 我那段 那個錯字 就是說 一方面你很想 投入這藝術作品 那算是art 因為裡面太漂亮 用代理酒去職 但是很漂亮 就栩栩如生 我 誰人沒看過台灣廟的職 我也看過了 我也試過去看了 但是差距是不一樣的 沒辦法這樣放 但是老師這樣拚 一句話就出來 就覺得沒什麼 但是我是覺得震撼 說老師怎麼會去說那種話 這是對我 當時最大的一個震撼 繼續我們 又去旅行 又去看那個 歐西美術館 澳塞美術館 我們去澳塞美術館 也去看藝術品 一句之後 我也是這樣 以前副本頂館的桌 一個一個 原作都看在頭上 都看得很漂亮 原作跟印刷品是不一樣的 看到那個是很興奮 在那看 我們那團的人都照料料 我說他奇怪 到最後兩個小時以後 去樓下 咖啡店 看到他們都坐在那裡聊天 開工 他說 徐老師你來了 我說是啊 哇 很好看 他說啊 那工具要做什麼 我們在這裡人家比 我說那道理都不要去看 沒有啊 切點就有 買啊 買來一本 上面都有啊 所以那時候又一次震撼 他說啊 都做購物 就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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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多幾天 我們有一個 導遊 換作法國 一個滿漂亮的女生 當導遊 傳說 今天晚上 我們要去聽歌劇 因為要聽歌劇 所以 我安排之前 那幾個晚餐 有蠟燭晚餐 有那種正式 Full Course的晚餐 所以你們穿 著正裝 穿到好看 Taxi就這樣穿來 我以前也要求 這團都要穿的 我就好啊 結果 遊覽車 一開始上遊覽車之後 裡面有團員就說 我們要吃中餐 我已經來這裡幾天 我吃這個吃很小 不要不要不要 我們要吃中餐 那個導遊也是嚇一跳 我好不容易安排一個 那一段時間 是吃完那個 西式的餐點之後 正式晚餐再進入歌劇 這是連貫的 這一個氣氛的享受 是這樣一個節 結果他們說要吃中餐 國務長大家都在那裡 好啦 遊覽車就載去 中國餐廳去吃中餐 整天都跟中餐味 後來再走去歌劇院 聽歌劇 我覺得很不協調 錯字跟不相反 後來去裡面 歌劇院 坐下去 大家就開始 開始很漂亮 大家說 喔喔喔喔喔 開始唱歌之後 大家就開始讀歌 吃中餐 大家就讀歌 就開始哭了 哭到隔壁外國人 這樣 我是覺得很建設 跟它統一團 還有人又放肥 喔喔 又是離譜了 我到那裡實在是 無法忍受那一團 結果最好 那個行程裡面 他們最開心 最好我們叫紅魔房 紅魔房 上空秀 本來一個團很開心 在那裡看 眼睛都不會打瞌睡 對頭我這樣欣賞到沒 這團回來之後 我有一個很深的感受 很親密的感受 就是說 奇怪這是我們台灣人 裡面的高級知識分子 是這樣 這樣來去歐洲玩 怎麼會這樣 怎麼會他們想什麼 我告訴你 單位時間 就是一樣 那個時間十天 花了一個人也十幾萬 十萬 要去算那一段 花那麼多錢 花那麼多時間 單位時間裡面 對我來說是很大的收益 原因是什麼 我在每一個店去看的東西 是對我的一個enjoy 我是一個享受 抱歉 我那個手機一定要關機 旁邊可不可以幫他關一下 因為我一打斷的話 我很難接下去 幫他關機一下 對 就是那個 那個 單位時間裡面 你如果說去買東西 Shopping 就回家 還是去買找 這個 去哪裡都一樣 不需要走這條路 花那麼多錢 所以 人生 我就想說 為什麼他沒辦法享受 沒有辦法享受 這種東西 為什麼 為什麼沒有辦法享受 這種東西 那個手機 就麻煩拿到後面去好了 那就不會打擾他 OK 抱歉 抱歉 因為我比較 對聲音很敏感的人 然後聽到我就 沒關係 抱歉 抱歉 我剛才講到哪裡 講到回來之後 我就替他們想 因為我是老師 我要做的工作是什麼 我要幫助人家解惑 還是人家遇到 學習上的困難 這段老師對我來講 是有學習上的困難 雖然他是老師 因為他有哪一種 學習困難 他看到新的事物那時候 沒辦法去吸收 所以 他問什麼 把他知道的東西去討 對一個新的東西 突然 我們也是這樣 民進府的公法 也是對你們來說是一個新的 你要怎麼去perceive 怎麼去認知 怎麼去折這件事 就要有一種方法 我講一個字 單字給你們叫capacity capacity 能耐 講到這個字叫能耐 他沒有能耐去吸收一個全新的事物 因為他沒有解碼的方式 去解讀你的新的東西 來到你的頭上 要怎樣 capacity capacity有點講什麼 在電學裡面叫電容 裡面有能量儲存多少電力 但是一般的話 我說你有多少度量 比如說你頭前有很多菜 幾十項 好吃的東西 但是你的辦法這樣 這樣而已 要是怎麼推下去 不可能 也沒辦法享受 所以唯一的方法是 增加你的度量 你怎麼都吃下去 怎麼增加你的 increase your capacity 怎麼增加你的能耐 這是一個問題 那我跟你講 增加你的語言 language 比如說 我舉個例子 你如果英文會日語 會台語 會北京話 會很多種語言的人 你的capacity 就遠 你的能耐就遠大過於指揮一種語言 對吧 我只能折 中文 我去人物的世界 只有在中文的世界 這個很嚴重問題 我再讓你們想 你過去認識的世界 是不是透過中文去思考 若是你就寫這個在他們的裡面 你就沒辦法跳脫出去回來看 為什麼我們劉美有一點好處就是 我們進入另外一個語言世界 才回來看台灣那時候很清楚 不 也是因人而異 先不要講那麼多 也是因人而異 你在不同的語氣裡面 有另外一套思考方式 也接觸到information 訊息都跟我們 以前的訊息是不一樣的 對吧 你看中文那時候 只要英文的部分 你都排除掉了 因為你不知道 就形同它不存在 你的世界只有那麼大 所以你增加你的語言 那時候 你的世界增加很多 我如果要同時讀英文 我的CN 什麼news我都在那邊看 我就可以回過來 抓中文的世界的語言 我們這次 說專了 法理來的有很多 被人家扭曲的部分 就是你英文不懂 人家中文翻譯的時候 給你扁 明明寫China 它翻成大陸 這不是很奇怪嗎 China怎麼翻成大陸 那就是中國 怎麼有人去說大陸 那就是扭曲 用中文把你套在你的頭上 過去在台灣的教育 就是喊這個 所以 中國這流氓政府來台灣那時候 第一次 主要要做的事情 改變你的語言 說你講台語 說你說台語 你要講中文講北京話 講國語 都這樣去 那時候你的 你本地有的 有的開來 有的knowledge 和知識 以前我們北部那時候 建構在日本 日記上面 在台記上面 突然間這些都把你拔除 那時候 你從零開始 你怎麼跟他們的扁 你跟別人的舞台 是在別人的舞台 跟別人辯論的 那時候當然你說台灣人 韓文講話 哪有韓文 你來講台語看看 看誰跟韓文 對不對 因為你說中文 所以你挑那個地方 跟他去辯論 你當然也輸 不然叫他 我們台語來辯論 不然就這樣 不然就英語 不然日本語 對不對 所以第一個 你的戰場 已經去用刷圍去 這是第一步 我沒有說 以後我還說 信誓也是一個 宗教也是一個 這很多 我們一項一項 我們是去用統治 我們本來是 平保祖的人 我們流的血 是平補足的血 我之後再慢慢跟你說這個 說到這個 language之後 語言其實不是限制在 我們說的語言 說的語言 聽的語言 嗅覺也是一個語言 color 我剛才說的顏色 對不對 那個教授看到我的 他看我的顏色 就知道你的語言 懂得不多 你懂得語言 是有台灣人才出來 念電腦 不要學過藝術的人 就去藝術世界那時候 你的 怎麼講 你比較high level 看起來 是看得很清楚 他看你的顏色 怎麼用 就知道你語言上有障礙 你顏色語言 你不要用 我說的 台灣人真的不要用顏色 你去日本去玩一下 你去澳洲去玩一下 顏色就不一樣 我剛才說的 那團裡面 雖然說老師 那團老師有點問題 但是那裡也有一個老師 很敏感的 很好 那老師 那在巴黎一陣 他剛才說 這顏色不對 台灣帶來的衣服 都不會補那麼多清 因為不能融入這個環境 所以趕快走在店裡 把衣服都換掉 都換掉了 鞋子也換掉 頭髮也另外再創 帶來的Sculpt 進入法國的環境裡面 所以這些人是敏感的 他對顏色對於Style 是有敏感度的 這老師就很有敏感度 換了回來 桃園機場一陣子說 說不對 你就在台灣 你法國衣服沒辦法在那裡穿 有沒有發覺 日系的東西在台灣比較好賣 比歐系的容易 天氣氣候和環境 那就是環境造成 你如果有這個敏感度 你又知道要怎麼穿它 吃也是 我剛才說的 顏色是一種語言 音樂也是 你如果要聽音樂 不是只有聽一種音樂 你各種音樂都去聽 你的世界都比聽一種音樂更好 所以這樣的結論是什麼 你要增加你的capacity 能耐 就是增加各種語言 語言裡面有不同語彙 within在語言的架構底下 還有語彙 語彙就是說 我不是語言 比如說吃是一種語言 但是下面有不同語彙 比如說藝術是一種語言 但是比較有色彩 你可以透過色彩去看 還是透過線條去看 還是透過texture 質感去看 都不一樣的東西去看 你的vocabulary 還要做到那時候 你的語言就豐富 有不 你會記得 我們小學的時候 牙牙學語 好像賣幾次那時候 你講的跟別人講的 人家有知道你的知識水準 高度語言 因為你用的字好像不一樣 越年輕 用的越簡單 表達感情 我告訴你 感情又是一種語言 感情也是一種語言 很抱歉 我們的教育裡面 成長過程裡面 男生的語言 對感情的語言 跟女生比起來 差很多 我以前看了我一齣電影 因為今天下午比較輕鬆 來 窗戶可不可以開一下 還是有開冷氣 可不可以幫我開一下 有點熱 有電風扇是 好 一點點就好 一點點就好 謝謝 謝謝 有空氣透過就好了 謝謝 剛才講到感情語言 以前有一部出電影 好像是勞婆丁尼諾演的 他演一個警察 退休警察 因為被妻子被判 所以他就離開那個警局 去做一個專門抓犯人 等於是自由業的警探這樣子 抓到犯人就送繩子與法 他就拿錢 有點像是付錢辦事的警察 他抓到一個黑道大哥 給他討金的一個會計師 這兩個人就坐車 他本來抓到人 本來要坐車 要送去加州 有紐約送去加州 過程當中 他一直在吃油 那個會計師就問他說 你為什麼一直吃藥 我說 一邊開車一邊就很焦慮 最後那個會計師對你的結論 他就說我胃腸不好 胃腸不好是什麼 因為 老婆跟人家跑 然後工作失去 壓力很大 他說不是 我覺得你的情緒兩極化 不是快樂 就是憤怒 沒有中間值 那男生其實對這個感情上也是 我們很容易兩極化 不是愛你就是恨你 中間沒有說 我用百分之十去討厭你 百分之二十三十 那朋友應該要分級 可以一次就是愛你 可是女生在感情上鬥爭可能比較 比男生多 比較慢一些事情 所以他們的情緒控制 所以男生比較低 又不能哭 壓力很大 沒有 這個不是要我講 我講說 甚至於感情也有所謂的language 有語言 語彙 你豐富的話 你不會那麼粗陋 你表達方式會有很多選擇 不會只有單方 簡單的 花就這樣 好啦 送給你花 那就照了 那你有過程 有process 好 現在有意思就看到這裡 黑日本教授為什麼在我那時候 第一次把我讀電出來的時候 他就看不到我的讀 有發生什麼問題 為什麼 我覺得他有一套系統 這個系統叫什麼 解碼系統 這就是今天我講藝術解碼 Decoding 有所謂的解碼 就有所謂的encoding 就是把它編成碼 不管解碼還是 還是encoding 那中文叫什麼 encoding跟decoding 不是 編碼 編碼跟解碼 編碼跟解碼 不管你是編碼還是解碼 目的是什麼 是把information 就是資訊轉換 比如說 我現在腦袋有一個想法 我要跟你說的時候 我要套上語言 所以我已經做了一個encoding的過程 我把它編成語言的碼 給你聽 因為那個碼是可以跟你通的 所以你聽到的時候 就聽懂我講的意思 到你的腦袋 你再把它解碼變成概念 對不對 就是編碼跟解碼過程 我以前在Compute Science 都在做這種事情 Decoding 或者Debug 這個編碼跟解碼的過程當中 你用對不對的解碼器很重要 不然你用錯的 你好像改也改不來 好了 我們現在把它套回 我們剛才那個老師 第一次到聖彼得大教堂 看到那個雕塑評寸 他們英文叫Overframe 就是被蓋住了 因為所看到的景象 不能看過 是新的 那時候你要怎樣 要試圖去了解新的東西 對不對 我們要了解 除了 比如說你出國去日本 人家說日文你聽不懂 那時候要怎樣 你想辦法蛛絲馬跡 要把它解碼 包括他的行為語言 還是動作 想說要解讀 他要跟你傳遞的訊息 你要去解碼 你就想各種方法去解 你語言不行的時候 你只好去用其他方法 對不對 所以當老師看到那個時候 他要解讀那個時候 他就把過去說 知道廟的事情 套到聖彼得大教堂 這個事情上面 很正常 但是接下去的comments 我都不是那麼同意 說這沒什麼 沒有錯 他是套上去 但是套上去你要解讀 不是 你就下結論了 你要說這個不行 那我怎麼辦 我是不是要換一個解碼器 來解讀這個information 我才能想 才會知道他在講什麼 等到我知道什麼之後 我才會去欣賞這個東西 欣賞這個東西 我才懂得去欣賞我看到的東西 接下去 這個看到的東西 才會變成我的東西 那我就增加我的能耐 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我們長大的過程都是這樣 比如說這個小朋友 因為這個圖其實很深 一般人看不見 但是我經過我解碼之後 你現在會小心的把這張紙帶回家 不會把它丟掉 因為很聰明 這真的是經典作品 我叫他正管之寶 我有一個小小工作所 正我工作室之寶 我三不五十拿出來 讓新來跟我上課的學生 讓他看 說這是什麼東西 這代表很多concept 這裡面很多概念在裡面 而且他這個小朋友 在沒有受到教育之前 自由悠遊在不同的system裡面 跳來跳去 在沒有限制他的情況之下 我們現在受到教育之後 我們去犯罪 只有truth 真理才會讓你得到自由 真理就是我現在說的東西 有部分的真理 你只要catch 它算是一個解碼器 幫助你打開很多東西 你現在台灣人是怎麼 很多人說他們聽不懂 比如說我們把法律論述 跟他們講聽不懂 是因為他不曉得怎麼解讀這個東西 那套到他過去 他習慣的系統裡面 我們這就不存在 你講新的論述給他 他等一下要推翻他過去的system 過去本來就應該推翻 為什麼 以前那是騙人 國民都給你騙了 騙說你是中國人 騙你說你現在是中華民國的人 結果你根本就不是了 等到你出了國 到美國都回來看 這根本就不是 這套是騙的 現在知道了 但講到解碼 我還要講幾個解碼 因為既然講到藝術解碼 我們台灣人有一個困難 什麼困難呢 什麼困難呢 就是你們多少都有太多藝術 就是我們停留在印象派 到了立體化派 我們就停下來 因為看沒有了 比加索就停了 拜託比加索是一百多年前的人 百多年前的人 你現在還沒看到 那標示你的認知能力 你的認知能力還停留在過去 一百年以前 對藝術的認知 我沒說吉他 可能手機你很過分 可能上網你很過分 但是在視覺的解讀上面 你的能力還停留在那時候 所以你卡在印象派 就是什麼東西你看有 那種你才看有 像個什麼東西 所以你看圖說這像什麼 我們看到圖 所以如果沒有像的東西 你有看過嗎 不像什麼東西就走 怎麼辦 先不講 皮卡索還不是抽象的 他不算是抽象 皮卡索的東西 有看過人 搶給他手 有印象的 製造有一點概念的可以嗎 好 謝謝 大家都有概念 有看過皮卡索的圖 那怎麼解讀皮卡索的 你所謂的立體化派就是 那個面子很奇怪 一下這邊 一下這邊 一下 這怎麼解讀 我跟你說 他就是說 我們看的人 不一定是從一個角度去看 比如說我現在 你看一般的相片 都是這樣 從一個角度看 一個角度 但是我這個時間 如果靜止的時候 我這個時間 現在點起來 我不動 我把我的觀點換位置 我如果對這裡看是這樣 我對這裡看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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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能這樣來描述我這個人 對不對 你應該各方面都來描述 當你每個面相都存在的時候 你要怎麼放在一個影像裡面給你看 這就是立體化派 就是說這些東西都存在 在那個時間點上面 這個面相這幾個都存在 我怎麼在一張二度空間的圖畫紙上面 跟你描述這麼多面相的東西 這個藝術家就遇到困難 所以想辦法把它 squeeze 放在這個裡面 這就是皮卡索遇到的困難 藝術家他有一個責任 叫Tell the truth 藝術家也有一個很重要的 如果說謊的藝術家 通常他走私了 藝術家有一個本質 他就說要告訴世人真相真實 不管這T是大T還是小T 我先解釋什麼叫大T小T Truth就是T-U-T-H Truth Truth大T的話 表示宇宙萬物真理 一個大T 小T是什麼 我看到這是一個棋子 這是不是陳述一個事實 對 真的是一個機在這裡 但是這跟大T是不一樣的 大T是比如說 重地心引力這種大原則的真理 一個是小真理 我看到 比如說有一個車禍 看到的人說我看到這個 那是部分 警察來的時候是希望好幾個證人 從不同的角度看到的東西 結果不一樣 那種才推出最後真實的東西是什麼 不是我片面看到的 皮卡索走了這條路之後 他帶出一個新的觀念來 什麼新的觀念 過去我們畫圖都是具象對不對 它都有一個叫做主題 你會記得 以前小時候 老師叫畫圖都有一個主題 那其他是什麼 除了主題外是其他什麼 副題 副標 它都會為它支撐這個主題 對不對 比如說我主題是畫媽媽在洗衣服 OK 媽媽在洗衣服 對嗎 旁邊的小雞 還是小朋友在旁邊玩 還是後面的地板要怎麼畫 它就變成附體了 所以你看圖的時候不會去注意看 地上的地磚畫得多漂亮 對不對 你會看到媽媽在洗衣服 對不對 它就所謂的centralized idea 它說過去對國家的觀念也是 你會記得過去歷史怎麼寫 哪個王打敗哪個王 這樣我們在看歷史是這樣看的 對不對 成立什麼王國 那個所謂的只有一個centralized 其他人是什麼 其他人不是人 我們都沒有活在歷史上面嗎 對吧 你會變成被disposable 可以被 英文 中文 disposable 可以被棄制的 可以被dispose掉的 並說這樣 其他人都不是人 只有那幾個王 建立了什麼王國才是 這個歷史觀點是有問題的 因為它沒有全面性的涵蓋 那個時間點裡面所有人類 在怎麼換 對不對 他只能說部分的歷史 所以後來 皮卡索這個概念出來之後 都表示說什麼地方都是重點 當我抽象 每個角度都可以看 所以你看藝術已經不在同一個角度 去看東西了 你從不同的角度都可以看 所以歷史 因為皮卡索這件事情 也影響到其他的 不同的領域 比如說歷史就改成 不光是同樣那個時間 比如說18多少年到19多少年 中間 就不光是只有哪個王 打敗哪個王 包括什麼 化學在這時候發生什麼事情 建築這時候發生什麼事情 文學在這時候發生什麼事情 因為這都是互動 比如說我今天站在這裡 我們裡面有不同行業人 我們都在這邊互動 你不能跟他說 只有藝術長一個人在這邊做了什麼事情 包括我們其他人的互相互動 對吧 所以藝術家 比如說皮卡索 你不能跟他說皮卡索很厲害 他厲害是有原因的 因為他旁邊有很多很厲害的人 跟他互動 比如說他跟Matisse也有互動 他從那邊也偷到一點東西 他跟Cezanne也偷到一點東西 下次我再跟你們講賽上那一部 要看到原作 我們才能解釋發生什麼事情 以前我講過 你們可以回去看那個影片 但今天我就是 只用講故事的方式一步一步 帶著你們去戒讀這個東西 皮卡索這件事一出來之後 藝術界就開了一扇 好像潘多拉的河打開了 現在東西都走出來 什麼藝術都可以 有的藝術家說 既然皮卡索開這條路 觀點已經不是從單四點了之後 我可不可以只 不畫看得到的東西 我可不可以畫夢境 我夢裡面夢中的可以嗎 可以啊 後來就serylism 超現實主義的傳 有沒有 看起來像現實 可是那裡面不會在 你還記得那個誰的 時鐘軟趴趴的攤在那個地方 你們知道那幅畫嗎 有沒有人知道 沒有人受過藝術教育 那個人是誰 達利 前一陣子有展 達利 有沒有 你們還有沒有人對藝術 好 那還有一些藝術家說 藝術如果是概念加上視覺 那我只要概念的部分 所以有一些藝術家只討論 就是概念藝術 純conceptual art 純概念 有的人說 我行動藝術 我用動作來表現 有的人 在紐約 把自己關在鐵籠裡面 關了一年 那叫藝術 你們看沒有 但是你們有這個解讀 你知道發生什麼事情嗎 因為他開了一扇門 就什麼東西都可以 叫做藝術的時候 他就任何形式 有的人說 大地是我的藝術 於是一疊 拉斯維加 不是 內華達州 美國內華達州 地板上插了幾千隻的壁雷針 閃電一打下來的時候 再照相 同時好多壁雷針這樣打下來 他說大地是我的畫布 畫筆是大自然的畫筆 他說這是我的作品 很gram 就是很大 有的人是把島圍起來 用粉紅色的塑膠布 把一個島圍起來 圍了好幾個島 那也是叫做 conceptual performing art 或怎麼樣都可以 概念表演藝術 也有這樣子 有的人想說 我對於政治有點意見 所以他們透過 比如說消費者文化有意見 就產生了普普藝術 對consumerism 就是大家喜歡消費這件事情 我有意見 所以60年代有Andy Warhol 有些藝術家 就是把每天吃到的漢堡 做成雕塑 把曬衣夾做成雕塑 把campbell soup 就是喝的湯的罐頭 倒櫃丁 做成一個藝術奏品 這也是一種藝術 像最近的春上龍 他說你都講每日的生活 在我們日本 我們每天是看漫畫 所以他把漫畫裡面的東西 搬上檯面來 LV把它拿做包包 對不對 他就產生一種business 在這裡 講到這個 基督教藝術裡面 很大一塊是在16 早期藝術最早是怎麼樣 早期藝術能夠付錢給藝術家的人 要嘛是國王 要嘛是教會 貴族可能還沒有那個錢 就是教會 Church 就是那時候天主教會 這樣那個大的錢 請藝術家到 像聖彼得大教堂裡面去做畫 做雕塑 另外一個有財力是國王 貴族還沒有 貴族還沒有 有財力到趕在家裡面 整個這樣子 那你是挑戰國王 你的錢很多 沒有沒有沒有 那時候大概就是王公貴族跟 國王跟教會 是patron 他們patron就是付錢的人 他們付得起這個 因為那時候顏料也很貴 請藝術家也很貴 也要養成有不同的學院 那時候都是不是一般人負擔得起 藝術真的變成一般負擔得起 是在後來法國的中產階級 社部就要起來 中產階級起來之後 他們也想 怎麼講 附庸風雅 要給那個國王在做什麼事情 所以他把畫說 我既然不能整個牆畫圖畫的時候 我怎麼辦 把插座一塊一塊拿來買 後來就產生這個salon 這個系統 他們就是變成可以交易 市場上交易 所以比較小幅的畫 本來是大家都畫在牆壁上的 那是國王在做的事情 那他有那個錢 有那個財力可以這樣玩 好啦 這裡面如果是國王畫的話 他就喜歡畫什麼 他的豐功偉業 所以以前藝術家是做什麼 有點像現在的攝影師一樣 就是把這國王做什麼偉大事蹟 把他雕起來 把他畫出來給大家看 另外一邊如果是教會的話 是怎麼樣 把聲音上的故事畫出來給 因為那時候大部分人 是沒有受過教育的 看沒有文字 以前又拉丁文寫 你頭部 教室連連連連沒有 所以要看圖 所以你教會裡面就把很多圖 把它做出來 把雕像放出來 這是使徒 他們就可以直接跟他講 用這種方式 如果是教會的話 有那麼多的話 所以你十六 十七 十八世紀 基本上是圍繞在 教會裡面的故事的話 你要去看他的圖的時候 你勢必然 你都要知道什麼 叫做基督教 Christianity是什麼 對不對 可是我們在做 大部分 你如果要看這些圖的時候 不曉得為什麼要畫這些圖 基督教有幾個概念 我給你們解碼器好了 現在我講的東西 其實都在解碼 基督教他的畫 我現在只切一塊來講 國王那邊不講 因為太複雜 我現在只講基督教這一塊 基督教這一塊 你們對他的概念是什麼 很多人想說 都去教會 我接下去三分鐘 到五分鐘之內 很短的時間給你一個解碼器 你就大概知道基督教是什麼東西 你至少不會誤解它是什麼東西 我跟你講 基督教最重要的重點 第一個 他不是在叫你 不是勸人行善 很多人覺得宗教是勸人行善 基督教他最大的重點 居然不是勸人行善 但反而說你要去行善 反而會更糟糕 因為你走錯路 基督教不是勸人行善 基督教不是什麼 心靈寄託 很奇怪 那基督教還不是什麼 還不是勸你加入一個宗教 基督教是什麼 說的簡單一點 我的解讀 聽聽看 就是救人不死 人會死 他要讓你不死 這句話 大概你們都第一次聽 你摸聽 基督教最重要的概念 就是救人不死 為什麼救人不死 人會死 不可以給你死 你要講死 我說人也會死 誰人不死 你們基督也有基督教的墓園 我們也說不死 如果要解答這個問題 你首先就要想到什麼 死的定義是什麼 我現在說所有的東西 都要from definition 從定義開始做起 什麼是死的定義 原文的意思叫separation separate 分開 separate 比較多別 分開 什麼是分割 比如說靈魂跟肉體分開 是不是死了 那人氣了 靈魂離開肉體 肉體就腐敗 也就是一種分割 也就是肉體 基督教不是說復活嗎 復活是什麼 你靈魂再回到肉體 叫復活 但是基督教的separation 還有一個定義 就是說上帝跟人分開 上帝跟人分開 你要活是什麼 就是上帝跟人 再合起來 再和好 再有relationship 所以 在基督教觀念裡面來講 在神的眼中 雖然你是個活人 但是你跟祂關係沒有的話 祂把你當作死人 就是你跟祂沒有關係 那你現在就要問下一個問題 那基督教所謂的 讓你復活的意思就是說 第一個 靈魂可以回到你的身體 然後你跟上帝可以和好 這兩個事情 separation不separate 回過來 我再慢慢解 我會一步一步把它解讀 你可以畫個小圖 然後最後就把基督教給解開來 將你回去 有人說我身體裡面燒掉了 腐化了 變灰灑掉了 那怎麼辦 上帝是創造宇宙萬物的主宰 有什麼問題 祂在造一個身體再給你們 講到這邊我要一個概念 基督教講的上帝 跟其他重要講的上帝 是不一樣 它叫做Opnipotent 無所不在 無所不知 無所不能的上帝 無所不在 無所不知 無所不能的上帝 祂不是在時間底下的神 祂是創造時間以外的上帝 的存在 祂也沒有身體 這是基督教黨的概念 無所不在 無所不知 世界上沒有其他宗教敢宣稱 Claim 祂是這樣一個上帝 截至目前為止 基督教 回教 天主教 猶太教 都在講這麼樣的一位神 祂的宗教也是從這邊跑出來的 這不是先說到這裡 我剛才說到separation 然後不separate就是活過來 祂救你不死 就讓你靈魂回到肉體 然後你跟上帝的關係和好 所以他們認為基督徒 當你成為基督徒 你跟神和好的那一刹那 你就變成活過來了 你不用等到死了以後再回過來 先講這個 然後問題 下一個問題是 怎麼造成separate 為什麼要分開 我問人被創造是要死的嗎 不是啊 上帝創造人的時候沒有死亡 死是為什麼跑進世界的 根據生意上的說法 死是一個人的決定進入世界 是誰 亞當 有人說不是啊 是夏娃 你們有沒有聽過這個故事 亞當跟夏娃是禁國的故事 我簡單的重述 我不講太多細節 其實最早的時候上帝創造人 起初神創造人 都在伊甸園 你躲在裡面 結果上帝創造園裡面 裡面很多果樹 雞子手 都可以吃 但是相對他說 獨獨 那種手 是什麼 代表分別善惡的果子 那種手不能吃 那種手不能吃 結果人最愛的就是 為什麼要獨獨獨 那種手不能吃 邊邊都水果 為什麼要那種 所以人就很想挑戰 那種 有一天 夏娃在那裡走去 剛才 怎麼有那麼剛好 都生了那種手 死過走去 所以那時候 魔鬼就有的機會 可以來誘惑他了 魔鬼就說 來來來來 這像我的鬼子很漂亮 還可以讓人有體育 讓你分別善惡 相對叫你不要吃 是怕你有體育 你吃下去不會真的死 寫我告訴他 怎麼這樣 就真的拿去吃下去 吃下去 當下 人還沒有犯罪 他是犯罪 他犯罪 但是不代表人類犯罪 他吃了以後 他沒有馬上發覺自己 待會兒我說 吃了禁果之後 第一個發現什麼事情 自己刺身肉體 Negged 就想要閉起來 其實這有其他意思 我待會兒再說 他吃了那個果子之後 他第二步就是什麼 跑去找人 亞當亞當 我吃了這一塊 你要吃嗎 他馬上跟他老公分享 很好 那如果是亞當 我是亞當的話 我要做什麼事情 因為上帝說不能吃禁果 命令是給誰 給亞當 他沒有跟夏娃講 所以亞當 夏娃是後來造出來的 所以夏娃知道說 上帝不准吃的時候 是從亞當那邊聽到的 命令是傳到第二集 給亞當吃的時候 亞當應該做的事情說 你怎麼吃這個 等一下 上帝兄弟來的時候 我要告訴你 對你做懲罰 這件事情也就了 但是沒有 亞當拿來就吃下去 就他吃那一下 那一刹那 他就犯罪了 那個犯罪馬上把死亡 帶進人類的世界裡 就那個當下 就是亞當吃 因為命令是亞當跟上帝拿的 違反命令是他 他是真正把人類 帶入這些罪惡裡面的 最早的 有些人想說 吃個粿子有什麼了不起 有這麼嚴重嗎 那我們就要看到 這個裡面牽著的一個 叫Sing 罪 為什麼造成分開 為什麼造成separation 是因為罪的關係 罪的話 跟我們平常講的crime 不一樣 crime是人對人 人之間互相犯罪 也叫做罪 但是我們講Sing 原文叫Sing Sing是罪是against God 對神犯罪 所以你遭受懲罪也從神來來 因為你是對神的命令犯罪 那什麼叫做罪 原文的意思叫做 射箭沒有射中靶心 射鹹沒射到 比如說這是靶 上帝說這個 你射一點點都不對 不用講說射很遠 只要差一點點 所以什麼是邪說 越靠近真理又不是真理 那個就是邪說 那最怕人 我們這次法理論述很重要 對的事情只有一件 差一點點 差一點點沒有關係 沒有 只有一個 真理只有一個 差一點點就不是了 那就不是了 所以罪是什麼 就是射箭沒有射中靶心 叫你不能吃就不能吃 不管你怎麼吃 有人說吃這樣有什麼 輕輕碰一下可不可以 這就是在挑戰這個罪 就已經在做這件事情 罪是造成separate的原因 為什麼 你要問下一個問題 為什麼射箭沒有射中靶心 我要遭受這種懲罰 你會問這個問題 合理的 我要合理的推論 比如說你給我命令 我沒有照你的命令做 為什麼我才會死 你會跟上帝問 所以你要下一個概念 就跑出來了 為什麼上帝要對犯罪這件事情 實行這麼嚴重的懲罰 為什麼要給你死 好 那我們就講另外一個概念 它叫做公義跟慈愛 我們講的上帝除了無所不在 無所不知 我處不能之外 還有一個概念 就是它是公義 justice 公義就是賞善罰惡 這很清楚 人沒辦法做完全的審判 因為讓人的knowledge 知識跟認知有限 都是片段 沒有辦法做完全審判 可是上帝可以做絕對的審判 那上帝有一個另外一個本性 它就是holy 聖結 聖結就是不能有任何錯跟瑕疵 一點都不可以 只要有一點點的時候 他對於犯罪這件事情 他會做一個response 回應 會對人的犯罪 會做一個回應 什麼回應 讓你跟他切割 這就是死 我剛才講到回到剛剛的定義 separation 我們跟神分開就是死亡 如果神是生命的源頭的話 你跟他分開不就是死了吧 所以上帝對於你犯罪是誤會的 那他是聖結 就要切割 一切割就會造成人類失望 對不對 除非這個切割的原因解除了 你才會跟上帝再恢復來往 你就又活過來了 就是這樣 OK 我現在講到這邊 現在講到說 好了 今晚有一個法官 有犯人抓到你面前來 說這個人犯到什麼罪 罪什麼人 法官說好 照我的公正的判斷 你就是要五年十年 還是死刑 照這個判下去 對嗎 照公義的上帝應該這樣做 但是今天這個法官判不下去 為什麼這個法官判不下去 法官判不下去 為什麼判不下去 因為這個犯人是他的兒子 這就複雜了 因為這個犯人是他孩子 他親生的孩子 他判不下去 他沒有錯 他是法官 他本來就要判下去 這樣才有公義 但是他又愛他 所以又是公義 又是愛他 這個就很矛盾 這是一個他們叫做 the limer 就是怎麼樣 兩難的事情 沒有辦法做 但是最後是怎麼樣 教律說你如果犯罪的話 我該罰的罰你就解決了 現在誰可以替這個犯人 如果說保金是五百萬 付了錢他就可以出去 對不對 但是做保的人是 要沒有犯罪 才可以做這件事情 可不可以另外一個犯人 幫他保出去不可以 因為他也是被關的 所以現在只有一個 無罪的人才替他保釋 那無罪是誰 沒有人 法官他自己才無罪 所以法官自己下來 所以上帝 照基督教的講法 是道成肉身成為基督 來到世界上 所以耶穌來的目的就是要死 耶穌來的目的就是要定十字架死掉 然後又復活 重點是他後面復活 如果耶穌只是定十字架死掉就算了 有人說 耶穌定在十字架上很痛苦 因為釘子很痛 血流很多 我跟你講 這跟他所真正在 屬靈上的意義是差更多的 那就是說 所有世界上人所犯的罪 歸在他身上 奸淫 偷盜 搶劫 什麼太人有的無的 都算在他頭上 所有被他救的人的罪 都歸在他身上 這是基督教的講法 所以那時候他的痛苦 是跟上帝分開的痛苦 這我不講太深 就是他 耶穌來的目的 所以基督教有幾個節制 不是聖誕節 最重要是復活節 是復活節 復活節證明什麼 耶穌是神不是人 所以為什麼你去看 好 現在我就是把這個 這是解碼器 我現在把基督教在基本上的概念 講完了以後 你就可以解那個碼 解什麼碼 我們去看宗教畫裡面 很多時候都在畫什麼 耶穌降生 耶穌定十字架 耶穌復活 都圍繞在這個主題裡面 這就是基督教的核心 就在講這個東西 這就是基督教 這就是Christianity 簡單說就是救贖 要不然就是戴罪羔羊 但很多概念 比如說獻祭 我們台灣人也很多祭祀這件事 你會記得拜天跟好兄弟不一樣 拜天要用什麼 牲畜 活的東西 你知道為什麼要殺東西嗎 殺東西的意思是 把我跟天講說 把我的罪歸在這個動物身上 不要算在我頭上的意思 這是祭祀後面的意思 我們給它擺 不管各種民間宗教裡面 各種民族的宗教裡面 都有一個基本概念 就叫祭祀 獻祭 是很特別的意思 就是跟天講說 我的罪歸在這個 死掉這個東西上 他已經替我受死了 你不要再怪我了 是這個意思嗎 這是獻祭的意思 基督教早期也就是這個概念 獻祭跟神獻祭 買幾個鴿子還是殺一頭羊 要不然就是買了羊以後把它趕走 讓這個罪離我遠遠的 把這個罪歸在羊身上 但是真的動不鬧 就去承受人的罪 不可能 那只是symbolic 就是符號上的意義 它不可能真的替人的罪受 所以最後是 耶穌自己來 祂要變成人的樣子 替人受罪 所以所有的罪歸在祂身上 那祂死了 是已經解決 可是祂又復活 證明祂是兄弟 不是人 所以耶穌行神奇之的目的 不是要取悦大家 不是 祂在完成一件事 告訴你祂是神 祂不是人 這就是基督教的觀念 你再來去看那些話的時候 天主教畫這些話 其實都在講這些一連串的故事 你再去看宗教為什麼要畫那些話 它為什麼要這樣表現那個 Dramatic就是戲劇性的張力 就在告訴這些事情 讓你視覺上受到震撼 概念上受到刺激 去想這件事情 然後視覺上印到Tony 我現在告訴你也是一個視覺的東西 我好像畫一張圖給你看 你們看了以後了解以後 再去解讀基督教 清清楚楚 不是說基督教在講什麼 每個禮拜聚會唱聖詩嗎 我告訴你那不是 我都不是核心 每個宗教都可以唱歌 也可以練詩 對不對 也可以一同去一個地方聚會 沒差 所以核心如果沒有抓到的話 你就錯過了 錯過了以後 你剩下的人生就先撩掉了 我舉例來講 我們人生中有很多很好的東西 但是當你面對它的時候 你沒有這個能耐去接受 還是去享受的時候 時間就過了 我講過一件事 我以前到瑞士去爬山 不知道是什麼山 爬山的時候 導遊一開始上山的時候 前一天下大雪 我想說是誰 明天要爬山 爬山 結果果然沒錯 第二天去看就白茫茫一片 就是爬山 導遊說沒關係我們還是爬上去 所以我們就拿筷子 牛山 大家接著接著開始爬 爬 雪還滿深的 是鬆軟的雪沒有關係 結果爬山爬到頂的時候 有一個地方 一個蓋子 我們就走一支裡面 結果一進去的時候我嚇了一跳 為什麼 裡面居然是綠藻繽繽紛 蝴蝶飛舞 太陽就是照下來的時候很漂亮 我說為什麼 外面一看冰天雪地 裡面怎麼是這樣 後來才知道 那天下雪是有風向的 它水是這樣吹過來 所以它山的這半邊都是水 這半邊還有留幾個地方 沒有被雪蓋到 所以那個地方還是美麗 還是綠草跟綠地 你有感覺 導遊說 好好享受趕快拍照片 因為下午雪 在換一個方向一陣 那都蓋起來 看的都沒有了 所以那個時候給我一個 很深的感受就是 人生很多很美好很美妙的時間 只有這樣子 就下午幾個小時 我跟你講 對 我就跟我太太講 你最漂亮的時候我沒看到 可能你18歲哪一年照鏡子的時候 我帶你已經20幾歲了 所以你最美的那時候 好 我不知道你自己看到了 就是你要把握那個moment 那個當下 那你在那個當下也要預備好 它出現的時候你要抓得到 要不然就走 因為人是活在時間底下的 你知道嗎 我們人活在時間底下 那很奇怪 時間 時間是很奇怪的東西 到現在我講到這個 我要講到另外一件事情 我以前在 這個稍微唱 你摸聽就好 我以前在台大花工系的 他們有個班 在講 我就挑戰他們 說你們不是要進百大嗎 你們要進百大 我給你們一些題目 你們做做看好了 我教研究方法分析 前論 他說科學研究方法的limitation 限制是什麼 漢這一下 哭下的方法 以前過期很多人都要說 科學科學好像很偉大 用科學解決一切事情 我說科學的限制是什麼 過15分鐘 20分鐘 沒人說得出來 我說這樣 我丟有五個 那我講三個 你們補兩個好了 我說第一個 只發生過一次 不會重複發生的 不在科學討論裡面 對不對 對啊 因為科學的研究方法就是 萬一同樣的條件 同樣的過程 同樣的data進去 結果要一樣 這才能討論科學 這是一個 所以 如果有一顆彗星 太空這樣飛過去 後來不見了 科學有沒有辦法證明 沒辦法證明 因為它是時間的過去 你說有resitive 有留痕跡什麼 那都不算 那不能證明 不能證明 就不是在科學討論裡面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不能度量痕的 不是在科學討論的 沒辦法證明 也不能稱重 你怎麼做科學討論 不能度量痕的東西 不在科學討論裡面 第三個 世界上沒有亂數 沒有亂數 沒有亂數 什麼叫亂數 就是每次去抽籤的時候 H3的數字都不一樣 我為什麼說沒有亂數 因為我以前念電腦系 我寫亂數產生器 你們現在所有的 所有運用到的東西 電腦裡面有一個 Random Number Generator 它在製造亂數 我如果寫出來的程式 一一可以重複一千次 但老師就把他打回票了 你可不可以寫出一個formular 是一一每隔多少次出現一次 對吧 你如果交場 Las Vegas 你的slum machine 沒有控制 那就出問題 交場一定了解 它一定跟你算多少次 跟你出現一次 多少次出現 那都是人為設計的 沒有真正亂數 沒有亂數 所以愛因斯坦講 不是我講 上帝不指骰子 可是我跟你講 連指骰子的數字也是固定的 上帝不是一個指骰子 如果這樣前提 如果這世界有一個所謂的亂數 那就比上帝還偉大 因為上帝還不知道的事情 我剛才不是講說 無所不在 無所不知 無所不能嗎 那就有什麼東西上帝不知 就是亂數 所以你把亂數放在 比上帝位階還高 那所有東西就是定數 就是說科學 另外兩個我以後再補 就是無限大的概念 還有就是時間這個東西 第五個就是時間 時間是很奇怪的東西 五分鐘之前的我已經不存在 五分鐘之前的你也不存在 沒有人存在 五分鐘之前的世界已經不存在了 你只能往前走不能往後走 不要怎麼回到未來 走到過去沒有這回事 時間就是this moment 這樣一直在走一直在走 照著誰的速度走 我不知道 宇宙萬物有一個主宰 在控制你的時間 我講話 我跟你講音樂這個東西很奇怪 音樂跟美術有什麼不一樣 音樂我一定要在時間裡面聽 我沒有時間你怎麼聽音樂 我把所有的音符都同時 放給你你聽得懂它是什麼 它一定要在時間裡面進行 而且時間要有節奏還有順序 而且不能跳 音樂時間的概念很穩定 你一定在固定的時間裡面進行 可是畫這種東西突然間全部都有了 全部都擺在你面前 你要去組合 可是組合過程也是一個process 也一個sequential process 也是照這樣人不能跳 同時處理 電腦有一個叫concurrent 就是把同樣的task 給不同的CPU去同時做處理 是另外一回事 我不講太深 現在跳回來 反正講到時間這個概念 也是一個很懸的東西 時間到了 過去了 你miss掉那個就是過去了 像我剛才看到雪地裡面的美景 過去了 不會再出現了 我如果那時候忘記帶相機 也就過去了 所以你們今天來這邊上課 也是一個moment 有的機會聽到真理 也是一個moment 把握當下抓住就是你了 如果沒去 時間過去了 台灣民政府走到這裡 在這歷史上的這個點 台灣人有機會自己治理自己 在這個架構 民政府的架構底下 自己治理自己 頭一次機會讓我們恢復 我們正常的日本台灣的身份 我們的主管的擁有者是日本天皇 很多人怕講這個 我說沒有 要講得清清楚楚 讓大家知道 我們真正的身份是什麼 我們不是中國人 我們是台灣人 我們流的血是美博作委會 我現在講的還有幾分鐘 我到幾點 那個班長 到五十五是嗎 到五十 我現在時間就要搞 好 留一點時間 大家可以發問 等一下 我講一個笑話好了 我突然看到笑話 我這下面自己觸解 要講幾個笑話 可能中間要參差了 現在沒辦法 就是二次世界大戰 這個我在台北之後也講過 在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 在德國有俘虜營 就是那些盟軍被抓到的時候 放在德國的玻璃 他們想做成一個示範的俘虜營 所以那個俘虜營裡面 一定按照日內晚什麼戰俘公約 要每天要吃至少幾餐 要什麼樣的食物在裡面 他們就這樣做俘虜營 結果那個俘虜營旁邊都是放了警衛 安全的 要照顧 怕什麼 我們俘虜營是怕俘虜走出來 德國俘虜營是怕俘虜走出來 在德國俘虜營是怕別人去裡面 頭部的東西 因為那時候裡面的物資 反而比較正常 不是說得豐富 比較正常 外面德國人欠吃的東西 所以他們去裡面 做工作的時候 順遜頭部的東西拿出來 安全的警衛 是要顧德國人不去頭部的東西 所以警衛每個裡面工作出來的人 都說 袋子打開我檢查 打過去看 沒有下一個 袋子打開 沒有下一個 那剛好這個警衛裡面 有一個在裡面工作 跟在外面站警衛的人 從小孩開始就有好朋友 所以那個就跟他說 你的樣子我不是不知道了 從小孩你會偷到的東西 為什麼你現在在這裡 我每一次給你檢查 你的袋子裡面都沒有東西 他說 讓好朋友 你不要講出去 我說好 我不會說出去 我偷的就是袋子 袋子 我跟他說那帆布袋 我們現在買一個 就要多少錢 五六百塊 帆布袋 那軍用的帆布袋 也要五六百塊 每一天拿錢 賣錢 出去再換就好 再換要買的東西 到底是袋子 這有趣吧 所以當你設定 你設定的目標 是要找什麼東西 剛才那個以外 你找不到 什麼都沒有 所以你設定錯目標 你也找不到你要的東西 讓偷的是袋子 整個給你看起來 這讓你們腦子 要去想一想 你頭腦要靈活 好 今天講到這邊 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再拍手了 好 謝謝 請起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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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順賞 請 恥